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上个星期呢 我们在节目里面呢 简单探讨了中共呢 在这一年里面的内政表现 那当然外交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了三年的这个武汉肺炎 还有这个今年的这个开放 那这个中共呢 本来认为可以在这个疫情过后呢 在外交上有这个积极的表现 当然它的一切呢 也都还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统治 这个巩固 它本身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 但是呢我们看起来 它这一年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初级 不管是对美国对欧洲 还是对亚洲呢 到底呢有没有达到 他们原先预期的成效呢 还是呢又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我想这个值得 我们在2023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节目里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回顾 顺便呢也预言一下 这个观察一下 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这个两岸问题的专家 也是台湾国际政治的最权威 台大政治系的民运教授 明居正 明老师 来跟我们解析这个问题 书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谢谢老师呢 我想啊这个 今年啊这个 武汉内言基本结束 然后这个各国呢都恢复比较正常的往来 那当然这个中国大陆也不例外 他毕竟呢也是一个大国啦 在国际上很多领域呢 他都会发挥这个影响力 那这个他今年的国际互动 也比较频繁 习近平终于走出了中国的国门了 我想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他跟美国的互动 包括了我们讨论过的这个 拜席会等等 那是不是请老师呢 给我们解析一下 就是今年呢 他跟美国的关系 有什么重要的进展 还是呢又有什么新的问题产生了 对 因为原来就是 大家都晓得 现在中共的这个国力 当然逐渐上升 然后国际这个影响力也比较大 所以很多事情呢都少不了 就是他会介入了 或他有影响 那么美中关系 是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题目 因为毕竟有两个大国嘛 去年反正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 美国跟中共领袖不是在 印尼巴厘岛见过面吗 那不是有个巴厘会台精神呢 什么等等的 然后双方说了一些好话 所以大家也预期说 双方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更何况就是贸易战呢 打下来打了这么几年呢 大家想说是不是有什么突破 我想大概双方都有点想法 有点准备不管就是你准备 它推到什么地方 或准备改善到什么程度 总是希望说往好的方面走 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到今年年初当时就传出说 首先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嘛 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就在这个布林肯大概都行程 都准备了差不多了 然后即将出发之后 突然就爆发了这气球风波嘛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 当然就是大家就有点惊讶了 这事情突然就闹了出来 然后闹了那么大 大家发现中共有这个 非常高空的空飘气球呢 那到了这个美国上宫 到了蒙塔纳州 然后还在这个飞弹基地附近 盘旋过 然后就要离开 所以有人还研究过他的轨迹呢 发现说他从阿拉斯加利文进来 然后这怎么进来 这切切反正经过几个 就是美国比较重要的军事基地 那这个消息传出来 当就炸锅了嘛 那然后国会的议员呢 不断地这个质问的情况下 国务卿的这个中国之行 那显然就必须 必须要暂时打住 那美国方面就希望说 你中共方面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我们大家双方好下台 那我好在过去 就中共一直讲说 不是什么 然后又说是 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它 后来发现不是了 发现是能控制的呀 然后发现里面 还有很比较高精密的 这种摄像器材啦 还传输器材等等 那表示说 它不是一般的那什么 什么气象卫星 或气象气球之类的了 它就是那种就是 就是间谍气球 就是间谍气球 那中共当然是够否认了 那最后美国方面就认定说这样 最后等到它出海的时候 美国才把它击落 而且这还不是说 随便就能够击落 还用什么轻型飞弹把它打下来 当时以为说 拿什么这个飞机枪 重机枪可以打下来 反正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事情闹得就比较大 所以它一来 你看二月份爆发这件事情 闹了大概几个礼拜之后 那上半年呢 差不多就泡汤了嘛 双方就没有太多这个来往 那当然美国方面一直放出讯息 到最后呢 六月份呢 那布林肯终于去了 去了之后 你说见了习近平 那双方好好谈也没问题 结果习近平又摆出个姿势 但是就是我做的上位 然后你做几下一副 就听讯的样子 这个实在是 以前不是嘛 不合外交礼仪 对啊不合外交礼仪 因为大家会拿出 以前的这个新闻录影 大家会拿照片来看 就是双方是这样平坐的嘛 那即便美国是国务卿 那不是总统 你习近平是国家领袖 那双方第一届 但你接待这个来时的时候 你过去给这么高规格了 所以你要降低规格 你在这个情况下 在降低规格 那人家 你说美国脸上挂不住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中共习近平说 我们尊重美国利益 然后不会挑战 不会取代美国 然后双方排除万难 让双方关系好起来 但你们要尊重我们的利益 尊重我们的什么 核心价值什么等等 双方这样就有点 谈不太下去了 当你说撕破脸 那也不至于了 因为毕竟这个 美国方面还讲说 希望能够管控双方矛盾嘛 是都一直在讲这句话 要设护栏 那最后就是下来 见完习近平下来之后 见秦刚 然后就说好 那现在我们谈出 初步成果出来 总算破冰了 那是我邀请你来 这个美国访问 那蒋外面 秦刚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之后 然后美国说 那好吧 那你谁接手呢 王毅接手 美国还在邀请转给王毅 但是就迟迟就 就没有去成功 但后来就另外别的 所以去成功 我们等下再说 所以就是从高层 这个元首或转元首集合互动来说呢 并没有那么理想 是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就是双方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贸易战还在打 然后这些高科技出口管制呢 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因为美国注意到就是 中共对美国的技术 偷窃什么等等呢 那是没有停止的 那这两天又爆出来说 中共偷窃美国的AI的技术 这个非常严重 这件很大件事情 然后不但偷窃AI技术 还用着发展出来 去监控美国人 帮他见什么身份证啊 什么等等 那就麻烦了 所以美国在大概八九月份开始呢 就签了一系列的那些 行政命令等等 就限制这些更高 高精尖的科技的出口 特别是三奈米以下 那什么软体啊 什么之类的呢 那管制比较严厉 但是美国虽然说管制那么严厉呢 但是美国还是想做 我跟你改善关系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不太了解说 我们都看到那段时间呢 美国一些高官呢 就连续去出访大陆 那你说财政部长叶伦 然后商务部长 对联盟多 再加上还有谁啊 我想想想看 之前的国务卿 这个国务卿 大陆翻译到克里 我们翻译到凯瑞的 那么都去了 然后这个讲话也算比较和气 那我那时候看就说 双方关系你说 因为几个互防就有改善 我都不太可能 因为双方的这种对抗 已经变成结构性的对抗 你不是产生根本的改变的话 这是很难的 好那所以美国方面就是 反正尽量表现善意 但中共方面呢 对于不公平贸易部分也好 然后开放市场也好 保护知识产权也好 然后对待美国企业也好 或者说泰尔和平问题 或者恶务战争等等 这些问题呢 好像就是双方都没有共事 然后中共呢都是依附 而且针尖对卖盲那种态度 那你说美国也很难真正 说做什么大幅度的改善 单方面的改善 好了那拖到11月份嘛 就拖到上个月了 上个月中呢 习近平不是跑了趟旧金山吗 是去开那个APEC会议 然后终于这个见上了这个拜登 双方当然说谈得很好 然后习近平出发前又讲说 啊我们有1000个理由 要跟美国改善关系 然后不要破坏关系 新华社骂美国骂了大大年 然后突然间又改口 然后说啊我们又 又连发5到10篇文章 又去带风向说 我们要改善对美国关系 什么等等 好了那你这样讲了半天 就回来之后呢 第一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东西 第二呢 你的军机又去拦截美国飞机 那时候还距离非常近 差点差撞 然后军舰也有这个 也有这种阻拦航线的情况 所以这样你说两国关系 你说要改善 其实不太容易 当然美国方面 我看心里也不太舒服 所以后来 是在这个AP会吧 对不对 AP会结束之后 他在记得会上 然后记得问他 他又说他是独裁者 然后对吧 中共方面又非常生气 所以我觉得 就两国的关系呢 我一直讲 我说是双方关系呢 是一种已经到达这种 就是 就体系性的对抗 它已经变结构了 不管从国际法的问题啦 或者说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啦 而说比较具体的 什么俄乌战争啦 台海问题啦 南海问题 香港问题 人权问题等等 那不管从抽象的 这些价值观或体系 或到比较具体的政策 或者地点冲突等等 好像中共呢都嘴巴上 虽然说软一点点 但是手上动作都没有少 所以双方关系 我说要改善实在不太容易 那么回头看过去 就是这一年下来呢 美中关系呢 这样说吧 没有往下走 那最多是载浮载沉吧 我们只能这样形容吧 我想老师的解析啊 这个从这个年头到年尾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透彻 也非常的仔细 那这个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因为第一个 就是这个中共本质上 还是要称霸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像老师说的 这个跟美国就是 结构性的对抗 那第二个就是 它本身这种独裁啊 这种民主啊 这种特质不会改变 比如说抓了一只鹰啦 警告这些州庭这些人 所以你天生来讲 对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不可能说你跟这样子的政权 现在有什么密切的合作 我想这也引起它 美国国内一定也是会有意见的 反过来说就是中共 就是它一直想说我最后要取代美国 要消灭美国 它就算当着美国面不这么说 但它对你这样讲 美国很多人 它天天是把你英文 把你中文报纸翻成英文 因为我们要解读 你们这个内部的宣传嘛 解读你立场了嘛 所以美国也不会说 因为你讲了两句好好的相信你 因为你在里面讲了我一大堆坏话 讲了一年坏话 到最后要跟我见面 才讲了五天好话 那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我想而且中共的外交上的承诺 这些好话很多也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比如说以前川普实在说 你要买什么买什么 后来也很多也是空投支票 没有兑现 我想谁也不是傻子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贵美国的关系呢 恐怕是因为它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称霸的本质 独裁的性质 再加上这个经常这个 在这个言辞上承诺上呢 这不能落实啊 所以这当然要好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当然因为它本身结构的关系 也不会坏到那里去 那我想这个其实我的观察 不晓得老是觉得正不正确 就是这个美中关系 其实好或不好 会影响它跟亚洲其他国家关系 那当然 如果它跟美国关系好一点的话 那跟亚洲其他国家关系呢 它这个也不会差到哪去 但是如果不好 那这个亚洲其他国家 当然也会受到这个结构的影响 那从这样看起来的话 我们的观察是 它跟周边国家 似乎关系也不是特别好 那是不是也请老师 给我们解析一下 对我想回应你这个问题 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它跟美国关系不好 跟它跟亚洲关系不好 其实 我觉得核心原因是一样的 也就是 如果说它往外看的时候呢 满眼都是敌人 是 是 然后它觉得人人都想消灭它 那为什么 因为它原来想消灭每一个人 是 是不是 它觉得我就是要埋葬 你们资本主义的 我是社会主义 我是人类的未来等等 当它脑袋里面充满这种固执想法的时候呢 它看谁都是敌人 是 当它看谁是敌人的时候 它看美国是敌人 美国看的是敌人 那周边的国家 它如果怀抱的跟它不一样想法的时候 也觉得它是敌人的了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原因是一样的 那比较具体说就是它跟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吧 我记得就是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 G7的峰会不是在日本召开吗 那这次就没有邀请中共嘛 那还邀请了其他的一些什么观察员或观察国家来 那中共当然是很不痛快了 然后也开了什么会 然后跟它对抗一下 咱们中亚峰会嘛 是 什么对抗了一下 但是其实不产生效果 因为说嘛 根本就是不同量级的这个 这种国际组织 那针对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呢 那这些国家呢 在开G7峰会的时候讲说 我们是要筹集 六千亿美元呢 所以要进行重大的基础建设 然后能够帮助贫穷国家 不受这中共再无外交的这个捆绑 所以中日关系呢 就已经开始紧张 更加上就是 年头的时候 在这个会之前呢 这个岸田文雄访问过美国 是 然后尹兽耀呢 又访问过美国 后来美国的这个推动之下呢 日韩关系开始解冻 那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一步 日韩关系解冻 不只是日韩关系解冻 而是因为日韩共同感觉到 面临了中共的这个 越来越大的压力之后呢 所以他们是这样解冻的 所以美国推动呢 就是这个顺水推舟罢了 所以日韩解冻结果 他不是还签了华盛顿宣言呢 那尹薛还说 华盛顿宣言是开放的 欢迎日本参加 他这样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中共吓死了 因为中共看见什么 中共看见就是 美日韩可能成为同盟 是 我倒不认为说 美日韩同盟这么快会形成 因为他无端呢 会增加压力 但是 美日韩同盟要不要形成 或他至少改善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你 你如果中共再这个样子 再顽皮下去的话 你再嚣张下去的话 那美日韩同盟大概就要形成 所以 美日韩同盟形成 不行的 不在我们三方的主观意志 而在说你的表现 给我们这种感受 然后决定如何做 所以 这个我觉得 对中共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日本当然 又参加了美国的这个 晶片同盟 然后 增加了对中共的这个管制 出口什么等等 那我觉得日本 特别还值得注意一点 就是大家 没有太注意到的东西 他跟澳洲签了这个 双方互惠整路协定 是是 然后跟英国签了类似的东西 然后正在跟法国谈这件事情 那过去我们在节目上 讲过互惠整路协定呢 当然岸田文雄讲的 可能夸张一点点 他说这是准军事同盟 是 而下一步就是军事同盟了 他说就离真正军事同盟 只有一步之遥 可能还差一点 因为 准路协定呢 毕竟只是准路协定 当然双方对于 国防安全跟区域态势 有了这个相当高的共识 才会走到这一步 可是 同盟就是 你被打了 那理论上我要来帮忙 我被打了 你要来帮忙 准路协定离这个 还很大一步了 虽然说一步之遥 但蛮大的一步 但是我们想讲就是 这东西走到这里呢 表示说它不是空穴来风 它真的是有一个外在的 很大压力来 来压迫到这一步 而这压力呢就是中共 就是中共的这些战略姿态呢 使得他们觉得说 我不走到这里呢 我有危险 那你说这个 中共跟日本的关系变成这样 那刚才我讲了一个测诺就是 中共跟南韩的关系也不好吧 是 南韩过去 因为我们碰到那些官方的人 当时就提醒他们 我们跟他们讲 你们对于中国大陆 那个贸易的依赖度过高 你们这样是很危险的 他们当时听不下去 我们跟他们讲现在差不多五六年前 他们听不下去 还批判过我们说 怎么改善 我说你不要想 我说你们想下去 怎么要赶快逃出来 他们当时不信的 韩国那个外务通商省 他不相信这事情 我们很认真跟他讲了半天 他反正就是将信将疑走了 那现在几年下来他晓得 他把筹码压在中国大陆 今天那个苦果已经出现 所以韩国体认到这点之后呢 韩国现在这个 反向而行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那动作非常大 韩国当然也不是说 我完全要跟你撕破脸 韩国是想说 我至少要跟你保持一定的关系 然后你帮我平衡 这个北韩的这个压力等等 但是中共就非常冷淡 所以看到南韩眼里就是 你中共拿北韩来往我南韩 是 所以南韩心里是非常不痛快 那我面临北韩的压力 面临中共压力 那我当然就倒向美日 是 不管从经贸和安全上都是如此 所以回到刚刚讲说这个 美日韩这个东西啊 美日韩的东西出来之后 其实还没有出来 他们只是就是在大卫营回来 见了个面嘛 中共对这些非常深情非常敏感 它说这个就是个什么 小圈子小集团 问题是这是你逼出来的 你不要忘记啊 那最后部分就是 关于印度的部分 那中共跟印度关系不好 我们都晓得 这么长时间都是晓得不好的 我觉得印度最近 它有几个地方 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一方面就是 中印的边界的问题 当然现在好像没有说 过去那几年那么严重 但是中印在经贸上的增 这个越来越严重 增值越来越严重 因为当这些国际厂商 从中国大陆 把生产线拉下来之后 很多时候拉到印度去 印度人口够多 然后教育程度够高 他只要 他不用人人都来工作 他只要 就是来这边工作 数十万 数百万人 你只要勤奋 勤奋然后准点上班 有纪律的话 那我就抵战上中国大陆了 更何况就是 印度的教育程度 是比较高的 大家不要忘记 印度人数学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你能招募到 一定数值的印度劳工的话 那对生产来说 那不会输中国大陆 所以对国际这些大商家来说 印度是很好的选择 那这么一来就是 印度取代中国大陆的机会 变得大了很多很多 那这点让中共 也很不失滋味 更何况印度来讲说 我们之间是有一些 安全上的一些淫虑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中共 你刚刚问了说周边的问题 那我还没有说东盟跟越南 那譬如说越南最近 它两边倒 但是看起来 就倒上美国方面 就比较更多一点点了 所以对中国来说 回到你的问题就是 大概它对周边 亚洲国家的关系呢 大部分也都 都真的是 开始往下走 真的是没有什么 可以报喜的地方 所以我想刚才老师呢 把它在周边的这个形式 也解析得很清楚了 那我个人 这个来看 我有个补充干嘛 就是说呢 这个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澳洲也好 这个印度也好 它本质上 这个都是资本主义 都是姓民主的 民主 民主国家 它姓民的 那不像这个 这个中共的姓共 所以呢 这些国家组成同盟呢 基本上只有 同盟项目跟程度问题 是 本质上 他们能够合作的幅度呢 一定是这个存在的 是 那中共呢 他本身来讲 第一个你姓共 就跟他们就不一样 而第二个呢 就是你本身 他的称霸的本质 是不会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想 这个他跟周边国家的关系 当然呢 也是像刚才老师提到 也是有好有坏 但本质上来讲 存在的这种不信任感 我想可能不定的低于美中之间 当然 是的 是的 那这个当然呢 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个亚洲 讲到了美国 那当然还有这个欧洲 欧洲当然距离比较远啦 但是呢 现在来讲呢 这欧盟 在世界上来讲 当然他也是一级啊 重要的 举足轻重啊 对对举足轻重 那这个 现在来讲呢 中共呢也当然很想 这个跟欧洲呢 在疫情之后改善关系啦 但是看来 好像也有障碍 那这个 是不是也请老师 给我们说说 我看不但有障碍 那恐怕还有一些大的困难要发生呢 因为原来 不是美中贸易战开打嘛 那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呢 中共要找一个 取代美国的一个贸易伙伴 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 那你如果说勉强要能够取代 或部分取代的话 那像比如说日本啦 或者欧盟啦 这也是一个是很好的选项嘛 是 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说 中共原来是转向欧盟呢 去谈说中国投资贸易协定 是 就因为那新疆棉的事情 这个我想我们还记忆犹新嘛 是是是 因为新疆棉的事情呢 那欧盟制裁了几个 中共的官员跟机构 坦白说你仔细读一下那个制裁 那个比较是一种 象征性的制裁 因为它制裁不是那种很 很重要的那个人啊 单位或者说 或者是公司等等 那中共脸上觉得挂不住 它就给你反制裁 那欧盟想说我是跟你做个象征性动作 然后这个纺织品各方面 我想跟你合作 就你现在这样反手的话 那我没办法 所以欧盟就想说 那人权对我们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问题 欧盟这下比较想得清楚 所以后来 谈了七年的中欧贸易协定 这样就叫停了 那现在一直恢复不起来 欧盟就几次跟中共讲 这个人权问题或价值观问题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 中共听不太懂 中共一直觉得说 我只要是有这么大一个经贸力在这里 你就跑不掉 它有些猜低估了 人家对价值观的这种坚持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俄乌战争的问题 俄乌战争问题 中共跟欧洲方面呢 有很大的矛盾 很根本的矛盾 那中共疏通多次的没有办法 因为对欧洲来说呢 俄罗斯的扩张一旦成功的话 他看见了就是今天的希特勒 是不是 对他们来说 欧洲国家感觉是非常直接的 那更何况 旁边波兰在那里就第一线了 他也眼睁睁看了 如果乌克兰垮了 那就是我了 那再来就波海的三国了 所以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问题 而你中共在问题上哪 你手术两端 不但你手术两端呢 你还变向了支援俄罗斯 你在宣传上支援它 在这个经济上支援它 然后甚至是不是在一些 轻武器或者说不是这种 杀伤性的军品上 你支援它 军粮和军服这些都算了 都算支援了 那所以你这种 你这种态度呢 那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我觉得这第二个大的事情 第三个事情就是欧洲几个高官 他先去大陆去访问 一个是德国外交部长 那位女士 贝尔伯克嘛 另外就是欧洲理事会主席 这个Michel Michiel 是 再来就是职位主席呢 冯德莱恩 三个人先后去访问 这个中国大陆呢 其实都很不愉快 是 我印象更深刻 大概就是那个贝尔伯克 还不是冯德莱恩 贝尔伯克 贝尔伯克那个女士呢 他德国外交部长 跟秦康在记者会上呢 那真的叫唇枪舌剑 双方谈价值观的问题 谈这个人权的问题 谈经济合作 跟经济去风险的问题 然后这个市场准入问题 那当然还谈到台湾问题 就是印太的这个 航道安全的问题 跟谈到这个俄乌战争问题 双方呢 就基本上就是根本 就找不到共同语言 当然了 对德国来说 我就是我现在想通了 我要坚持我的价值观 然后坚持 就是国际秩序 要靠一个国际法 跟国际规则来维持的 而你不断地 在践踏的挑战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对我现在明白 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就是不能接受 对我明白告诉你 就你不断地反抗 我就告诉你要挑战东西 那我真的很难接受 所以后来 我记得贝尔伯克回到德国的时候 他到议会里面去接受质询的时候 他去报告 他就讲他说 这是一个体系的对抗 体系对抗 大家把它翻译成系统性的 不是的 体系对抗就是两个价值观的对抗 是这个意思 是民主体系跟共产体系对抗 而不是说两个体系 对抗是很完整的 是很全面 不只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米歇尔跟冯德莱恩呢 话虽然说是讲得稍微和缓一点 但回来之后呢 那表达的那个情绪也非常强烈 也就是两个体系的对抗 所以 所以我觉得欧中的这个冲突呢 那慢慢跟美国是合流的了 是 也就是他的确是一个价值对抗 是一个体系对抗 那当然现在欧盟他讲的比较多 是一个贸易失衡的问题 因为不是刚刚讲说 中共想拿欧盟来取代对美国的贸易 当然不能完全取代 但至少相当部分移到那边去 结果对欧盟这个等于流血输出结果呢 那欧盟这个贸易失衡 然后欧盟贸易逆差很严重 到四五千亿吧 所以欧盟想说 对欧盟一直想说 你如果不拿出具体的这个 诚意说的话 那我就动用政策工具了 这话就不是随便乱讲的 那当然我们看 就是中共就姿态少放软了一点点 大概真正放软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他原来不是制裁立陶宛吗 是后来放了 现在放松了也开始谈了 还是澳洲 是 澳洲现在好像龙虾跟九行 又可以了 大概又可以去输出了 所以他就是每次就是拿这当作 当作一个杠杆 当作武器去那边玩 我不说不能玩 问题是你玩的时候 如果说后面附带的价值观 挑战这个对方很根本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当然现在最大一个冲击 对中共来说 应该是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 现在已经明白讲了 他在欧洲大概唯一关系好的 一个是俄罗斯嘛 半个是匈牙利嘛 大概是这样子 台湾俄罗斯有平行的战略利益 这我们知道 然后双方经贸往来非常频繁 中共一方面就是利用经贸的力量 去支撑俄罗斯的战争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也就是寸火打劫了 也就是趁你病要你一命 然后我买点便宜货什么等等 但是这个反过来说就是 当大家看见俄罗斯在挑战国际秩序 然后你跟他这么麻吉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那你就在背后支撑他嘛 所以你也不是好货嘛 就是这个蛇属一家 所以国际上觉得 你跟俄罗斯关系越好的时候 那你也等于在挑战我们 所以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就是双方关系有可能好转到哪里去 好我想这个中欧之间的问题 我想老师也解析得非常详尽 就我们长期的观察 本来这个欧洲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是比较不会去触及这个安全问题 因为中国的这个扩张也好 领土要求也好 这个主要是针对亚洲 欧洲感受不到它威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早在英国1950就承认这个北京了嘛 然后法国是1964嘛 欧洲很多国家1950年代就 这个跟美国不同步 就承认这个北京了 那这个双方经贸关系呢 其实也是过去很好的 但是现在来讲反而反过来了 因为发生了这个乌尔战争 然后呢甚至中东的这个以哈战争 改变了这个欧洲对中国关系的看法 这个安全问题呢 既然跑上来了变成一个这个 主要的这个忧虑的问题 我想这一点恐怕也是始料未及啊 对 而且这个欧洲呢 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 这个像刚才老师提到的 这个恶物战争这件事情啊 中国在后头扮演的角色 这个绝对是没有人会觉得 他就是像他讲的一样 这袖手旁观啦 不是他还是中立 他是保持中立 这个没有人会相信的啦 所以呢还加上这个就是 这样还有额外香港问题 这点其实欧洲我觉得非常关切 反而亚洲的周边国家 还比较没那么关切这个问题 对 所以呢我想这个的确呢 在欧洲呢他也碰到问题了 那么这样看起来 这个当然节目时间关系 我没有讨论中东啊非洲啦 是 不过我们看起来 对这个世界主要区区块啊 好像这个中共的这个问题都挺多的 这让我想到 中国啊几千年前孟子啊 孟子啊讲过了什么呢 得道多助啊 师道寡助 威天下不以兵格之力啊 你这个几千年前孟子就知道 你要这个称霸天下 不是光靠你的军事力量 我想奉还到了今天呢 恐怕也是同样的概念 那最后呢 是不是请我们老师呢 给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啊 到底这中国的外交啊 这个未来呢 还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啊 什么样的问题啊 这个哪些问题呢 是今年有 但明年呢 恐怕也是不容易解决的 是不是请老师 给我们解析一下 嗯 这个展望的部分呢 可能将来我们 要花一整集的时间才能谈啊 那今天我先总结一下 在总结前先回应你刚才一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欧洲之间 到底有没有安全之争的问题 是 我记得就是后来 这个欧洲的那个高级外交顾问 波瑞尔呢 是是 他在跟这个欧洲议会报告的时候 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台湾呢 是我们欧洲的地缘风险 战略地缘风险的这个重要区域 是 过去从来没有这个话 对 欧洲人讲台湾是欧洲的地缘风险 战略的区域 重要区域 台湾人大概没有几个人 会这样想说 欧洲是我们地缘风险的战略区域 而欧洲人这样讲看台湾 那比方说 他们对台湾跟台海这个安全呢 他们非常注重的 我想几个因素了 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二方面就是我们旁边的航道 就是台湾海峡 那个他已经每天 我们都讲了多次了 每天走全世界48%的这货柜轮 你说大家不在意这件事情吗 所以波瑞尔甚至讲说 我主张欧洲海军就是 例行性的巡航台湾海峡 他已经讲了这种话了 他表示说 他们对于台湾的安全呢 是高度在意的 跟高度关切的 这我想一定很明确了 所以你刚说总结我想这样吧 一个第一是俄乌战争 那如果说中共现在还是这样的话 那大家对他不会有什么好的这个评价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你刚刚提到里哈战争 那欧洲人在这上面 当然他的看法跟美国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那可能中文有点分歧 但是对于就是反对这个武力解决现状 或者反对恐怖袭击 这点我想大家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他至少有个国际法跟国际秩序需要维护 所以中共的这个立场 看在欧洲人眼里面 或看在美国眼里面 那觉得是不可接受 那中共在这地方 他或名或爱去帮助哈马斯呢 其实回过来呢 他得罪了帮助他这么多年的以色列 是 这是我觉得第二点值得提的 第三点值得提就是一带一路 我们还没有详细谈 那看是不是将来有机会详细谈 是 一带一路过去他那个场面铺开的很大 然后就真的一副就大撒币的样子 那撒到现在呢 那今年开的一带一路这个封 这个二十年还几十年峰会 十年峰会的时候 他给的钱是原来大概差不多是 百分之五多一点点而已 没钱了 所以我们讲说没钱了嘛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呢 不但就是说你搞了债务外交 事实上这债务外交回害 冲击了自己的货币 是 冲击自己的金融安全 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事情 再一件事情就是外交上看不出来 然后台湾人老是觉得是两岸关系 其实不是的 我一直跟大家讲 台湾问题早就国际化了 那我们很多朋友还看不懂这一点 所以当今天中共在威胁台湾的时候 欧美各国觉得说 你在威胁我们的安全 大家不要忘记 就前面我就不说了 光说去年就是今年这一年 就2023年 对于中共威胁台湾呢 G7明白谴责过 G20明白谴责过 欧盟明白谴责过 北约明白谴责过 然后多个国家派军舰呢 就来到亚太地区 甚至穿过台湾海峡 就告诉你说 你不能这样干 那英国还准备派航舰 就常驻日本了 那就表示说 我对地方关系的程度呢 已经跟我对欧洲的关系程度差不多了 所以中共的外交呢 我们整理出来 大概这一年下来 基本上是拉拢俄罗斯 然后企图拉拢南方各国 然后反美反欧 那你这样就是跟世界各主流国家对抗 那你觉得说你的外交能好吗 这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如果说要很简单掌握 先做回顾吧 就很简单回顾去年这一年的这个外交呢 大概应该这样说吧 第一越来越孤立吧 第二是中共的经贸呢 靠这些欧美日这些国家很多呢 你若外交越来越孤立呢 表示说你的外貌呢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还不说这个疫情的部分呢 就是光说双方这个 因为邦交不好 或双方的外交关系不好 那你经贸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这些呢 都是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想 如果说回头整理这一年后 我觉得他的外交呢 应该是比较失败的 他完全没有达到原来 就他设想那样子 那更不要说原来设想元首外交 那这次元首外交呢 也是非常不成功了 所以我想 我想我们现在回顾到这里吧 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做展望看一看 我想呢 谢谢老师 这个今天的这个解析啊 跟总结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 对 的确啦 这个中共呢 他希望呢 外交上呢 能够有所成绩 来支持他在国内的这个独裁统治 对 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从毛东时代就是强调嘛 你们看外头 我重视里头 但是目前看来 他里头呢 连一个外交部长 到底下落 怎么了 截至我们节目录影的今天 还没有一个说法 对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国家呢 你说 这个外交上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成绩 好 什么样的表现 终究啊 还是受制于他内部的独裁 还有这个政治本身的问题 对 我想这样说 应该是 比较准确的 谢谢老师 那我想呢 今天呢 非常谢谢这个我们明老师呢 给这个2023年呢 中共的外交呢 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 我们谢谢我们明老师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观众 好我想呢 这一点啊 这个中共的外交啊 其实也影响他内政 他内政呢 也会影响到外交 好 虽然外交感觉上来讲 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情 其实啊 对于未来 中国大陆内部的发展也好 两岸关系也好 他跟其他国家 会怎么来往 我想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值得我们深切注意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好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的收看 那这个也希望各位朋友呢 除了持续支持我们之外呢 也能够在网络上呢 能够按赞分享订阅 按下小铃铛 好多给我们支持 好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 那老师看看明年会改吧 可能吗 好像很难吧 可能 他这个结构问题吧 对 不太可能 但是呢 要这样讲 中共呢 一向就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 他会突然非常弹性 但是当时我们看到一点 只是那时候并不明确 但后来很明朗 他在文革最凶手呢 他跟苏联关系非常糟糕 是 因为跟苏联关系太糟糕 结果就是 他有倒向美国倾向 但美国先伸手算了 他愿意顺手推舟 所以现在就看说 他对自己国内的经济的评估呢 到底到什么地步 当然之前讲一些软化 但是讲了软化 代不代表说 你身段放软呢 那可能还有待观察 这点我是不确定的 尤其是他的个性使然呢 我 比较不那么乐观 那他会不会 采取两个比较 简单的做法 比如说呢 假定明年1月台湾选局 这个 还是民进党当选 那他就拿来表公说 我跟美国说 我没有介入台湾选举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香港 比如黎智英呢 就是 这个放几个人 轻判 拿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筹码 就跟他以前放卫星生一样 他有没有可能就做这种 对他来讲 香港的成本还比较低的事情 可能 可能 因为这成本真的比较低 可是 你 这样说吧 就算 他拿台湾选举结果 来表公 然后黎智英轻判 然后甚至就是轻放 那很难改变大家 对他的这个根本的判断 大家想到说 你还是那样子 大家其实是有数的 那现在如果说真的 大家对他比较大的改观的话 就是你把反经验法 跟数据安全法 你真的全部放松掉 然后你对外商 外商在里面投资的 那个各种规范呢 你真的是 比较老实的去做 去 对西方做 做多一点的让步 这样说吧 他当初参加那个 WTO的时候呢 做了十一项承诺 十一项重大的承诺 一项都没达成 那你现在挑几件 这个真的去做 然后大张旗鼓做的话 或许可以改观 但是 真的是一年之间的 我认为 他如果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没有谈的 就是他跟菲律宾 到底怎么走 因为现在 那个问题可能 现在越闹越大 双方衣服 就是要动手的样子 那中共还弄那么大的海警船 去喷水喷人家 这个 菲律宾 他不管怎么 必须是有美国在撑腰的 你说菲律宾要低头 美国都会不会让菲律宾低头 是坦白讲 所以 真的在他一年之间嘛 我觉得 看他自己了 那这样最后结果 会不会像刚才老师说 他放那些法 然后呢 他会不会里头的人 又跟习近平说 这样会不会一放又乱 一放就乱 这个乱 不是乱中国的社会 是乱共产党的统治 是 然后你给大家更多自由 说不定统治就乱 那一乱再抓 那何苦放了 应该这样说吧 就不要放了 他放这个 跟你说那放 他是两件事情 因为刚刚你说放 大部分是外交上放 他内政不用放 内政不放 他内政不用放 他是外交上放 外交放的目的就是 我给比较好的营商环境 让外资跟外商重新回来 所以 要这样讲 你看中共这么几十年 我们观察这么久 他在非常困难的时候 他的确有可能放松到这种地步 是 那不然你也很难解释低 就那个时候 为什么跟美国关系 这段话 然后对了邓小平 突然为什么突然改革 然后这个六四三万人之后 怎么突然之间 又去搞个南巡 然后再来 又再来推动改革开放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 这个生死存活那一块呢 是抓得到的 然后那一块 当他抓准的时候 他懂得清楚的时候呢 他那台性非常大 这个我想你也很清楚 所以 这个最后就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因为之前老师 刚刚举那几个例子 六四啦 文革啦 是 那个什么 那个是他真的里头问题很大了 是 那所以他不得不采取 这个非常的措施 那他现在有没有 你觉得现在问题不大吗 现在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问题很大 是 他觉不觉得问题 对 就说如果他自己不觉得问题这么大 那就没了 那就不会有了 是是是 那就不会有 不过他多少是觉得一些问题 他觉得到什么程度 我不晓得 我觉得他会读两件事情 第一是读我们的选举结果 他读这两个东西 因为毛泽东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他对形势的判断始终还是比较清楚 是 所以他觉得要放的时候 他的形势判断 但是习近平现在有他的 毛泽东的脑筋吗 能够对形势的判断 能够也很清楚吗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 是 所以这个就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 所以我刚才讲 我是一念之间嘛 是 跟这个意思 现在问题是 还有一点就是 毛泽东那时候身边很多是打天下的人 跟那些打天下的人 是 多少是有敢讲话的人 是 现在 习近平身边那边 都是被他 从矮子里面拔出来的人 那有没有这种胆量跟他讲真话 这是我们一直很存疑的 所以去年二十大前 我们就做这个判断嘛 当时我们已经拆了那个常委名单 我说常委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恐怕身边没有敢讲真话的人 到身边没有敢讲真话的人 到最后就是 你都觉得你是对的时候 那就非常危险 我觉得现在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 对 目前 目前就从二十大前一路上下来 大概这大半年 看我们就都是 我觉得老师刚才观察是 台湾就没有人这样讲 毛泽东那个时代至少还有人敢讲话 比如你说 朱德那时候还在 不管怎么样 他政治局会议开会的时候 他睡觉 这个也就是有点不同意了 那而且第二 我觉得毛泽东还是很清楚 就是说中国那时候 不管怎么样 实力上跟美苏比还是差远 差一大截 还是差远 国际上他也没什么贸易 所以 形势不利他是很清楚 可是现在说明行民就 因为我这个已经 他是 我觉得还有很大问题 他被自己文宣骗了 他真的觉得东升西降 是是 毛泽东那时候 至少不会真的觉得 他不会这样觉得 但是 实际上说明真的觉得 哇 真的什么GDP世界第二 什么此类 他真的觉得 是 就算你GDP第二 我也常说边线不用讲 对GDP第二怎么样 你要看你GDP怎么来的 是 你GDP来源有两个 第一是你是加工出口 你真正自己 说有实力去生产 那是不多的 是是是 你把台商外商都拿掉 你看你的生产 出来 这都你算得出来的 你的出口的前十名里面 有一大批是台商 然后出口的是前十名 有一批是外国商人 你自己本国商家是没有几个的 你说我把它做大做强 不是你讲讲做得到的 因为这后面有科技实力在这里 你当时你没有根本的科技实力的时候 你一定是被卡脖子的毛 弯道超车 这不是讲准超得了的 是啊 是 真的 谢谢 谢谢老师 然后你要这个真的是透彻的 因为他 现在就说一般觉得说 他会不会真的就觉得说 就真的跟自己讲 这叫武汉 这叫武汉 所以就是说被自己的宣传给骗了 这才麻烦 这是我们害怕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美国害怕的地方 因为他们以前说 布里兹建夫为什么去打阿富汗 是因为他信了 他手下的将领说几天 就可以收拾掉了 结果没有想到没有办法收拾 打了 打了多少年 打了 如果他真的知道后头会打这么久 他应该不会打 应该不会打 对 从1979打到1980年 对 跟大约在宣传 对 好 谢谢 谢谢 而且 似乎